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美国罕见做出强烈反应 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共建交美国罕见的做出强烈反应 国务院21日表示美方对萨尔瓦多这项决定深感失望 且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 美国指中共片面改变现状并端促中方节制不可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 而一些国会议员21日提出修正案限制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 国务院官员引用台湾关系法 第二条的部分内容 重施美国对台政策基于台湾关系法任何企图 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举动 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 在内美国都严重关切国务院发言人 21日透过电子邮件回应美国中文世界日报 询问时指出国务院已注意到台湾断交的消息 虽然美国承认每个国家有决定其外交关系的主权 但仍对这一决定深感失望 该发言人说在这项决定后 我们正在审视与赞尔瓦多之间的关系 该发言人表示 中共片面改变现状的举动无异于区域稳定 反而破坏几十年来造就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的架构 发言人说 美国敦促中国节制不可采取危害台湾人民安全 社会或经济制度的胁迫手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台湾是个成功的民主案例 是可信赖的伙伴 也是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 在台湾为因应全球挑战扩大自身贡献 以及面对打压整努力 参与适当国际舞台之际 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 21日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 Corey Gardner 发布新闻稿指出 他与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针对2019年国防拨款法案 提出一项修正案 限制美国向萨尔瓦多提供资助 这是为了回应 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乱交 贾德纳表示 萨尔瓦多对台湾做了错误的决定 这将对美在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修正案 将对台湾直接传递讯息 即美国支持台湾在国际的地位 并将对中共在世界各地的霸凌行为 采取行动 卢比奥 指出 萨尔瓦多与民主台湾断交 拥抱共产主义 中国令人非常失望 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会损害与美国的关系 萨尔瓦多 可能会发现这项决定短视 并且的付出高昂代价 参议员柯顿 Tom Calton 发表声明指出 中共此举只是凸显了蔡英文最近出访 与国境美国的成果 中方应该要知道 每当她霸凌某国要求 其与台湾断交时 这只会强化美台人民之间的交流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荣誉主席 罗斯 雷提南 Elena Rose-Ledinan 发推文表示 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 是中共在外交上孤立 台湾的右翼步骤危险 且提升紧张情势 不能让北京继续霸凌美国的盟友 发展紧张情势